为庆祝我国同菲律宾建交55周年 本地的菲律宾学生和志愿者一同策划了新的胡极花展览 在滨海湾花园展出 以让公众更了解菲律宾文化 同我国早期甘榜房屋颇有相似的菲律宾传统高脚屋 周围种者超过40种起源可以追溯到菲律宾的胡极花品种 包括这款被俗称为菲律宾女王的胡极花 人力部长兼贸工部第二部长陈诗龙医生 为新胡极花展览主持推荐仪式 陈诗龙医生也说 新非两国政府和人民从经济和人文联系中受益 两国目前在贸易、投资和劳工等领域 都有合作 我国期待同菲律宾在其他领域进一步开展潜在合作 包括可再生能源等